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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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不分你我了 就是不分什么美国人 中国人 大家其实是一体的 讲地球村很小 地球村很小的本身 它已经完全在一种 一个的命运的大的循环中 有歧视往复的这么概念 咱说句心里话 我们刚才讲了一个老摩尔的预言 老摩尔的预言 就我个人觉得讲的是很厉害 240年前讲的 那他讲述的 他能分析的故事的背景 让我挺感触的 就是有着他非常深厚的那种感触 这是给我感触 不像其他那些 其他那些预言家 就跟新闻分析 政治分析差不太多 那你要那么能预言 涛哥也就预言了 也教预言家了 对不对 但我们早就跟大家说过 七月份不好过 我大概之前 我们就一直跟大家说 七月份不好过 这是一再一再跟大家解释的 会等着算账 你就看 你就看三中全会发生什么 不开玩笑 在这里 在这里说的 我就提到 由中文媒体说 枪手是中国人 那是来自于纽约邮报 纽约邮报一开始是这么说的 但后来改了 后来他把那个中国人改了 但在中文中文的系统中 还在讲说枪手是中国人 照片出来了 他在几个确认照片当中 不同的X帐号都说那是真的照片 不是 那是个白人 黄头发白人 长得有点怪怪的 那人 就是长得有点 什么叫怪怪 就是说 我们通常中国人说 你要让我说 就有点神经质那样 那样的人 好 这是这个 所以不是中国人 这里跟大家声明 我看到资料也都不是中国人 那补充一点 与这个我们刚才几个节目没有照顾到 川普非常幸运的穿了房丹贝希尔今天 其中有一枪打在了他的胸上 大概是这个 大概是这个胸上 就是枪手打的都是冲他右面打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上 在他西服上留下了很几个 所以 穿房丹贝希尔 一开始他从来没有提到过 那在2016年吧 在2016年2017年 他曾经在竞选中 曾经遇到有人冲突 在那之后 他竞选就穿房丹贝希尔 但今天非常幸运 他穿了房丹贝希尔 挨了一枪 然后呢 他的子弹插在他里面 所以你要说没有神的庇护呢 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 已经很难解释了 就是 如果没有神的庇护 这个 你很难解释 为什么这么寸巧 特勤局 美国国会已经声明 要对特勤局进行全面调 美国国家 国会的监督委员会的主席 科默跟议长 都正式发表声明 我一会跟大家讲 那个特勤局的事 我们先讲川普 跟大家补充的资料 川普被打之后 去了医院 去了医院 在医院呢 应该 应该他就受了轻伤吧 在医院呢 还OK 然后他的儿子 这个小川普呢 就跟父亲通了电话 他儿子没在今天的现场 通了电话 然后发表声明 他父亲永远不会退却 永远不会退却 这是 这是他小儿子的讲述 然后 伊万卡呢 就发表了一个声明 在推特上 X上 就是感谢了这个特勤局 跟这个执法机构 然后非常感谢上帝 让他的父亲还活着 这个 然后他永远爱他的父亲 大概讲了这么一段 然后他的小女儿 也发表了声明 这个 讲说这个 谢天谢地 就这么 就我们的话就叫 谢天谢地 上帝还让 上帝不 还让我父亲活着 那如何如何 大概 大概讲这些 川普的太太没有说话 他 那也蛮幸运的 就川普 并没有带着自己的儿子来 就 叫巴龙 没有带巴龙来 那 那其他的政治对手 全都发表了演讲 我一会儿跟他讲那段故事 那 川普在 川普在他的 纽约的这个川普大厦 lock down 就全都关闭了 纽约州警察 就把整个 应该纽约市 纽约州的警察 就把川普大厦给围了 海湖庄园外面 有很多集会的 去支持川普 但相信应该 在海湖庄园外面 他应该州警察 同样设 同样就 就进行了 那 美国共和党 发表声明的 这个 共和党不会 共和党大会 不会延期的 因为今天13号 共和党大会 15号就召开 所以共和党大会 不会延期 川普也不希望 共和党大会延期 那 本来有消息说 川普参加今天晚上 一个就是自由搏击的 应该是在马阿密 那 他们说川普会去 川普应该肯定不会去的 他川 他想去特勤局也不会让他去 就是国家的安全条例 肯定不许川普去 这是肯定 所以 这是我们看 就是与川普相关的一些内容吧 这个 这是我们现在用的是 用的是这个英国的美日电讯 约翰逊 这个是川普的这个 这个白宫的医生 结果他给他 他的侄子受伤了 他给他侄子找的票 参加会 但受伤了 警方 这里最新的消息 刚刚出来 警方搜查了賓奇法尼亚州的 叫巴特勒市的劳伦斯大道100号 一个面包车行 一辆货车 这货车在那 他们在寻找 一辆已经在这里待了几个小时的面包车 是别的州的车牌 不是这州的 所以 大概这条街距离川普集会的地方 15分钟 所以这是最新的一个消息了 万斯谴责了拜登 这个就是我们就这么讲了 然后这是要对特勤局的 这是我一会儿跟大家说 拜登跟这个川普通了电话 所有的细节没有去讲 我一会儿跟大家讲 我一会儿再讲这些 然后这里面还是讲述的 特勤局现在会成为众师之地 迪弗尼就是川普的小女儿 感谢上帝让我的父亲还活着 他表示支持 感谢特勤局 为受害者表示悼念 然后川普这个共和党大会 安期进行 川普总统做得很好 因为川普在整个过程中 保持的那种冷静 就是确实是令人敬佩 总统在米尔罗基跟所有人 我们会召开大会的 我们会提名他为第47届总统 这应该是 其实总统选举已经结束了 这个应该是这么回事了 为川普而祈祷 暗杀中倖存下来 但至少一名无归的死亡 但现在看来呢 应该死了两个人 现在看来枪手还是一个人 那个一看前期报道是有差距的 所以以为前期那个 前期报道那个呢 很可能是个受害者 因为人们是从外面去看警察 拖出去的 这是比尔克林顿 这是国防部 然后川普去了 川普去了医院 这里讲的 叫做就是当地的医院 AOC 这个我们就 川普的支持者 在他的这个 海湖庄园支持他 然后就死在屋顶了 这些 这由我们跟大家分享 都是计时的了 川普的儿子 他指责是极右极左派 所促成这件事情 他说毫无疑问 有幕后黑手 父亲的精神状况很好 所以这是他的表态 他父亲会为美国而战 击中了诱饵 这是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他的声明 然后伊万卡 伊万卡写了蛮长的 感谢父亲 所有人对父亲和今天在宾州 暴力事件受害者的人 那些人要对他们的爱跟祈祷 感谢特勤局和执法人员 国断的行动 为我们的国家祈祷 爱他的爸爸 基本上 我们能够 就是大家能够能够分享的 一个比较完整的东西在这里 在这个过程中呢 这里面 FBI 正是他们已经到了现场 一直在现场 FBI 他 他 就是这是一个肯定 他他没有什么可讲的了 FBI也承认这是一个完全调查 一个一个 他发表声明吧 这么讲 在宾州发表的事情 川普成为了这个攻击的目标 将成为FBI现在制法机构的首要人 那在彼此堡外面的 在彼此堡的办公特工立刻行动 包括危机 就是危机应对团队的人 就是国家属于危机啊 证据相应技术人员 动用FBI所有资源 和所有部门合作 那个 然后进行调查 然后 特勤局说呢 它是发生在场地之外的 我一会再跟大家再讲特勤局 然后川普最后留一句话 就是拿着我的鞋子 是 是因为当时川普倒地之后 川普倒下之后 那所有特勤人员就趴趴在 大概有三个人趴在他身上 所以就是出现这种事情 感谢朋友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